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汉语桥是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主办的大型的中文国际赛事 那本场比赛的内容呢 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和汉语桥俱乐部APP平台和大家见面 虽然我们的比赛是通过云录制和在线答题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来自全球的选手们 他们此时此刻的热情不减 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也是15位选手的初次见面 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相互地学习 相互地交流 但是最重要的是 能够在本场半决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一起为他们加油 接下来认识一下 陪伴我们各位选手的三位评委老师 他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东梅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文化学者赵玉平老师 欢迎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邹运 邹运你好 全场最轻松的应该是这边的几位 都是我们汉语桥曾经优秀的选手 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半决赛的15强选手 是经过层层的选拔脱颖而出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有全球数万名选手踊跃报名 最终来自84个国家 97个赛区的148名选手 成功进入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全球资格赛 经过资格赛和副赛的激烈比拼 诞生了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 全球15强 在比赛过程中由于来自欧洲瑞士赛区的选手 安若斯退赛 所以由来自莫斯科赛区的选手 克谢尼亚进行补位 成为全球15强 他们分别是非洲组的 马宁 米拉 佟佳颖 有缘千里来相会 对梦中文 五副小华 爱你们那么大 大洋洲组的 沙可石 莫莉莎 库曼玲 我想更了解你们 我是个车祸 大家加油 欧洲组的马洛 克谢尼亚 丁彻 别听中文就是我的正式 我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好好努力 不服梦想 亚洲组的李星胜 陈汉昭 农长安 认真是我 阳光少年 我能占得汉里桥的桂冠 美洲组的罗德 甜甜 葛天问 君子何而不同 我很期待跟你们一起努力 火梅图 加油 十五位选手汇聚云端 从全球各地连线北京主赛场 最终谁能问鼎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 五大洲洲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哇 欢迎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趣味 知识答题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 全球半决赛 分为三个环节 十五位选手将通过三轮比拼 各大洲总成绩最高者 将成为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周冠军 并进入全球总决赛 第一环节 知识答题 共五道选择题 每题五分 所有选手统一作答 答对得分 答错或未提交答案不得分 请所有选手准备答题 请听题 中国人常说满肚子墨水 肚子里有点墨水 请问这里墨水的意思是什么 A 学问 B 饮料 C 方法 请选手作答 时间到 请各位选手量选项 现在选择A答案的比较多 丁澈 你为什么会选择C 我以为是千方百计的意思 但是不是 千方百计的意思 就肚子里有很多的招 肚子里有很多的方法 我们找一位选择A答案的朋友 来说一说吧 田田 我经常听别人说 一个人有满肚子的学问 所以我选的就是A 小妮老师 你真是学副舞车呀 不仅回答了问题 还多给我们增加了一个知识点 那田田你觉得 你肚子里有多少墨水 我还是得谦虚点 墨水很少很少 墨水绝对是东北产的墨水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来公布正确的案件 A 恭喜所有选择A的朋友 为什么这个墨水会在肚子里 它是怎么喝下去的 比如说在这个孟希笔坛当中 就曾经写过 因为宋代是有科举考试的 它问不同的科 但是如果是考这个学究科 它主要考的是一个人 这个记忆的能力 比如说易经 还有这个湿经等等 整个考场的环境也比较艰苦 没有茶水提供 所以它们如果真的非常可能 就只能是用这个墨咽水来下肚 解渴 所以喝完了可能嘴唇都是黑黑的 但是另外呢 在这个中国的古代 也确实是有用墨来下药 或者是作为这个下料的一种选择 因为古代它的这个墨呢 主要是用松木灰 还有明胶香料等等做成的 它是有这个止血消肿的功能 但是现在的墨就不能吃了嘛 因为主要是这个化学的功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二题 小明 现在上小学 每天只想着玩 不想着学习 请你用下列合适的诗句来劝导他 A 人生得意虚尽欢 末世金尊空对乐 B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C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请选手作答 时间到 请各位选手亮选项 陈汉钊 我听过你背诵枪劲酒 当你看到A答案的时候 难道没有一丝心动吗 那个就没有 因为那就是 末世金尊空对乐 意思就是 人生能快乐的时候 一定要快乐 金尊就是 金的酒杯 不要空着酒杯对乐量 所以你排除了这个选项 对 好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究竟是什么 C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它指的是说 如果你在年少力壮的时候 就是大家这个年纪 你在最需要学习的时候 最需要充实你自己的时候 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 那么等到年纪更长了 记忆力也减退了 学习能力也差了 那么那个时候 你就是再想学也来不及了 这句话呢 其实跟我们这次大赛的主题 追梦中文不负韶华 是一个意思 韶华就是指的好时光 春天是好时光 所以春天应该是读书天 少年时期是好时光 所以少壮时期应当努力 对于不负韶华这四个字 丁彻是不是也特别有感受 因为我记得丁彻所在的学校 同学们曾经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过一封信 习总书记也给同学们 回了一封信 信中就有这四个字 不负韶华 也希望全球各国的 年轻的朋友们 成为中外交流的文化使者 各位加油 我们都知道中医药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悠久的发展历程当中 留下了太多太多 具有时代印记 和传奇色彩的雅称和佳话 那千百年来呢 在中国大地上 一直在传送着 接下来这道题 就和医学有关 请听题 以下哪个成语 与医学有关 A 一视同仁 B 首屈一指 C 姓林春暖 请选手作答 时间到 请亮选项 我想问一下 在15位选手当中 有没有人知道中医 或者是多少了解一些中医 我只知道这个同仁堂 你选择的是A 为什么要选A 我选A的原因 是因为我一看了这个 一视同仁 我以为是我一看见你 送你到同仁堂 同仁堂安 为什么选B 首尾让我想象到头尾 明白了 你肯定在中医馆 做过足疗 我和脚需要看一看 好 接下来请公布正确的案 C 姓林春暖 姓林呢 讲的是一个三国时期的医学大师 他名叫董凤 董凤给穷苦老百姓看病不收钱 但是呢 他定了一个规矩 我治好的病人 痊愈之后呢 要在我屋后的山坡上 种杏树 重症病人呢 要种五棵杏树 轻症病人呢 要种一棵杏树 结果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后边山坡上的杏树 就超过了一万棵 后来杏子丰收了 他又拿这个杏子的果实啊 换粮食 然后去救济那些 没吃没喝的穷人 所以人们特别佩服 董凤的医术高明 还有医德高尚 真正的高人 一定是既有术又有德的 既有技术又有文化的 所以这里边呢 正确答案是姓林春暖 天天 多伦多应该有很多的中医馆吧 有一些有一些 说到医学 我觉得不得不提中南山教授 尤其是今年 新冠疫情 中南山教授 为中国做出的贡献 和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实在是太大了 真好 谢谢天天 我觉得无论是中医 还是西医 救死扶伤 那是最核心的灵魂和精神 也希望未来现在的中学生 在报考专业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医学专业 可以在世界各地救死扶伤 谢谢各位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 第一环节的第四题 在传统的北京四合院中 等级最高 最重要的建筑是 A 东乡房 B 倒座房 C 北房 请选手作答 时间到 请亮选项 有在北京生活过的朋友吗 马洛 这个问题得问你 之前在海淀和石井山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你在北京 那肯定去过四合院对不对 我觉得四合院的建筑结构 就跟一个迷宫似的 我有印象 就有一次去四合院 那一片去找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是跟着导航走的 导航显示就我明明已经到了 我离那个目的地就只有两米了 但它就在墙的另一边 然后就得绕大概三百多米才能到那 所以就觉得整个就是一个迷宫 是研究不明白的一个建筑区 为什么会选择C 因为北房它是遵守着中国人 坐北朝南的一个理念的 打开门的时候 就必看到就是整个院子 然后所以就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个 我能再加一个题吗 就是如果你想住在四合院里 想沐浴一天清晨的阳光 你应该住在哪个房 东乡房还是西乡房 西乡房 为什么 因为太阳会从东边升起来 然后西乡房的窗户是面向东边的 然后太阳就会正好照到西乡房里边 马洛你有没有在北京买几个四合院啊 好几个啊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这真是个北京孩子 请你把你的面具撕下来 你肯定是个北京孩子 好嘞 接下来请公布正确答案 北房选择C的同学们回答正确 首先看看它为什么叫四合 特别简单 北边 南边 东边 西边 四面都盖上房子 这四组房子合为出一个院落 所以叫四合院 在北半球 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 如果你的窗户朝北 你是见不着太阳的 如果你是坐北朝南的 基本上全天都有阳光 所以以北房为贵 首先是因为它采光特别好 另外在中国文化中 我们就认为北斗星和北极星 这都是至高无上的象征 所以它不光是采光好 而且也是身份的象征 北房又称上房 是家长住的 坐东朝西的房子 它是下午采光好 这个是由长子居住的 或者儿子们住 有坐西朝东的房子 它早晨采光好 这是由女孩居住的 这个倒作房就是坐南朝北的 它的缺点就是因为窗户朝北 所以采光就不太好 这是四合院的一个格局 它不光体现了中国人居住的哲学和智慧 而且还有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在里面 欢迎大家来北京的四合院 好好的看一看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环节的第五题 三位同学每天一起学习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相处得十分愉快 可以说他们是 A 手足情深 B 同窗情深 C 抗力情深 请选手作答 时间到 请亮选项 李星胜 你告诉我为什么选择B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上课做同桌 然后旁边会有一扇窗户这样 还有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举成明天下之 太好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公布正确答案 红窗情深 谁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有人知道吗 手足情深米娜 手足情深应该就是 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 兄弟之间 也可以引申为是姐妹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的 对的 对的 同窗的意思 就是指同学们 共用一扇读书窗 我们在一个屋子里边读书 所以我们叫做同窗 同窗整十年 是做了十年同学的意思 好了 我们第一环节的比赛 和答题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其实大家的分数差距 并不是很大 那现在公布一下 第一轮比赛的得分情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第二环节 谁是真的 第二环节 谁是真的 选手根据现场两位相声演员的描述 选择正确答案 本环节共三道题 每题五分 所有选手统一作答 两轮答题结束 将有十名选手晋级第三环节 如意评分 现场加赛 请所有选手准备 请看第一段相声表演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 叫做春节 春节怎么样 春节我是太喜欢了 因为在春节这一天 我能够理直气壮的熬夜 熬夜还理直气壮 你想咱们春节讲就是 恶家团圆 我们一家男女老少 是端坐在一起 干嘛呀 跟这儿熬夜守岁 还不光是我们家的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还有谁 就这么跟你说吧 什么小鸟啊 什么猫啊 小狗啊 别往我这儿比较呀 往我这儿比较干嘛 说这意思啊 都要在一块儿熬夜守岁 叫愣熬吗 不能光熬啊 还怎么着 你想你看着我 我看着狗 怎么老有我这里 他这个没意思 包饺子 贴春联 放爆竹 这些习俗啊 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春节 所以说我喜欢春节就在于啊 理直气壮的熬夜守岁 一家人团圆快乐 这就是你说的春节 对了 但是我不同意 你 什么包饺子 守岁 这都不对 这都不对啊 但也有对的啊 这熬夜没错 那什么原因呢 熬夜就是不睡觉啊 什么事让你不睡觉啊 什么事 购物啊 买东西啊 因为春节这天啊 能买到比平时便宜一半价格的商品 那倒是打折 所以为了迎接春节这个到来 我们得做很多准备的工作 比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应该啊 练那个手指头 还练手指头 买东西 抢东西的速度 得快 如果春节这天买到了自己心仪又便宜的商品 就会大声地喊上一句 哦 熬夜 说的是挺精彩啊 对 但是关于中国春节的习俗啊 我说的这个那才是对的 这个春节的习俗那就是啊 熬夜购物过春节 好 谢谢 接下来请听题 刚才两位相声演员 关于中国春节的描述 哪一位是正确的 A 陈 B 猴 请作答 好 时间到 请亮选项 两位演员 谁讲的正确 请看正确的 恭喜回答A的朋友们 成功得分 在中华文化传统当中 过春节的习俗由来已久 春为一年的开始 所谓的春节 就是在春天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过的节日 有一首著名的诗 暴竹生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俗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服 这首诗完整地呈现了 中国人过春节的一些传统 在所有习俗当中 有很重要的习俗 就是刚才相声演员 谈到的 熬夜守岁 那么这一天 为什么要熬夜呢 据说有一种怪兽叫年 它除夕要来 要瞎折腾 要害人 在这一天晚上 人们燃放爆竹 通宵不睡 守着灯火 能把那个怪兽给瞎走 自己的来年呢 就会幸福平安 好了 我们接着来看两位相声演员 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段表演 四大名著西游记 那是世界文明 对了 孙悟空保着唐僧去取经 路上啊 为了这个救火 为什么要救火呢 路过火焰山了 他就去找铁扇公主 三界芭蕉扇 有这段啊 这想必大家都知道 是 但中间提到这个火焰山了 有这个地方吗 有吗 还真有啊 就在咱们新疆吐鲁番附近 哦 你知道这地多热吗 有多热你说说 这个地啊 地面温度89摄氏度 192华氏度 是够热的 你想想 这么热的地方 它能不叫火焰山吗 哦 明白了 对 由此得名 那可不 说得很精彩 但是实际上火焰山的得名啊 很简单 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 火焰山火焰山 有着火焰的山 那就叫火焰山 这叫什么解释 哎 相传很久以前呢 这个火焰山呢 是一座火山 你想火山呢 是要喷发的呀 火山爆发天地洞 炙热的岩浆啊 尤打这火山口呢 是喷涌而出 顺着这山坡呀 顺流而下 好多的人呢 在远处这么一看 就看这火焰山这山坡上啊 就如同那炽热的火焰 在那奔勇流淌一般 所以得名叫做火焰山 有火焰的山 就是火焰山 我的答案呢 正确 您别听他的啊 我的火焰山才是正解 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 接下来请听题 刚才两位相声演员 关于火焰山的描述 哪一位说的是正确的 A 陈 B 猴 请作答 时间到 请亮选项 到底两位演员 谁说的是对的呢 请看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应该是B 猴 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 这是跟我家乡有关的一道题目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去过火焰山 去过图鲁番 太美了 太热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地的居民啊 在盛夏 睡觉 不是在室内睡 他们是在院子里 户外睡才能睡得着 不然太热太热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在火焰山 一处沙漠里 去亲眼看到了当地人 把生鸡蛋和面饼 埋到了沙子里 过了半个多小时 拿出来那鸡蛋就熟了 那个面饼变成什么了 囊 就可以直接吃了 所以它这沙漠里的 温度的之高可想而知 真实的火焰山 它并没有说非得有火山 有那不熄的火焰 它的岩石颜色是红的 其次是因为这块地方呢 有中国热籍之称 它就是特别热 真实的地名是这么来的 但是我们老家还有一句话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就说在人生的路上啊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些困难就像是 你遇到了火焰山 你不要回避 不要害怕 只要下定决心 坚持不懈 你就一定能战胜困难 取得成功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 那些困难实际上 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这是西游记火焰山 这段的一个人生的起地 说得真好 也希望每位选手 每位年轻人 都能在这一个个中国故事里 找到生活的灵感 找到了我们前行的动力 好吗 谢谢 谢谢赵老师的精彩讲解 接着来看 两位相声演员 给我们带来的第三段表演 接下来我给您推荐一个 中国最神奇的城市 哪一座城市 山城重庆 好啊 您问怎么神奇法 首先这个地铁就特别的神奇 知道这地铁有多深吗 您给大伙说说 94米深的地铁 那可够深的了 那就相当于是31层楼那么高 可不是 为了方便大家游览参观 还修了91步电梯 那还真是方便 您看上其他的景点呢 都是坐着地铁逛景点 那到了山城重庆 那就改了 坐着景点逛地铁 这叫什么话呀 那你说 那是坐着地铁逛地铁 就位参观地铁 再说第二个神奇啊 这城市有一座神奇的立交桥 它桥体很薄 但它桥墩呢很粗 设计科学呀 你近看它是立交桥 远看 那就是过山车呀 这么漂亮 连那导航上去它都转向 前方导航有点迷糊 所以说什么呀 您这个上了这个立交桥啊 就等于免费玩了一回过山车 它对山城重庆的解读呢 确实是不错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重庆这座城市 最奇幻最神奇的地方 还真不是地铁和立交桥 那你说说 那是重庆别具异彩的建筑群 在山城重庆 你可以轻松地看到啊 有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 各式各样的建筑群 重庆有一条江叫做黄浦江 你漫步在黄浦江边 往东岸看的时候 临次至比耸入云天的摩天大厦 代表了重庆现代化的进程 你看 而在黄浦江的西岸 哥特市 巴洛克市 洛可可市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经典建筑啊 在重庆西岸那是应有尽有 可以跟您这么说 背靠着重庆西岸的万国建筑群 掩望东岸那是现代化的新重庆 随我说的黄浦江和万国神奇的建筑群 才是重庆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之所在 我说的是正确的 您别听他的 神奇的地铁 神奇的立交桥 才是山城重庆 谢谢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 他们当中有一位黑导游 究竟是谁 我们把它揪出来 请听题 刚才两位相声演员 关于重庆这座城市的描述 哪一个是正确的 A 陈 B 猴 请作答 请各位选手亮出你们的选项 甜甜你为什么选B 刚才他们说的是去黄浦江 这个是上海的 而且他也说了有古代和现代的建筑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上海 那么我选的就是B 各位学长团的成员 我认为是B 因为中国的各个网络社交媒体 我基本上都看 我好几次看过一些视频 就是专门讲重庆的地铁 我记得有一个视频 就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这个人进的地铁站 然后他是要去等车的地方 他下了十几个 还是二十个扶梯 他才到了有车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答案 B 头 重庆就是一个山城 它的那个地形的特点 就是山地和丘陵 那个地方地势的特点 就是高高低低 然后它有大河 就是长江和嘉陵江 不是黄浦江 重庆有一个 我是亲眼目睹的 就是那个轻轨车站 它是从半空中过去的 然后它从那个八层楼 从一个楼层里边穿过 那个楼层底下 七层是商铺 然后再上面呢 就是住人的地方 就远远看你会觉得 它好像就是在天上一样 这种景象只有重庆有 很有画面感 遗憾的是因为疫情 我们被隔绝在天涯海角 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 如果有可能 我们多么希望能够邀请你们来到中国 去感受一下中国的广阔与魅力 从最西的喀什 到最北的墨河 到最东的浮远 到最南的三沙 一个中国人都不敢说自己走遍了天涯海角 但是我们有这份渴望 去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以热情地张开怀抱 未来的有一天 我们一起能够在中国相聚 欢迎各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5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请看大屏幕 现在您看到的是15位选手的成绩单 也是他们的积分榜 到目前为止 我们前两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由于我们进行的是周内比拼 在这一环节当中 同一周也就是欧洲 出现了两位平分的选手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当中决一胜负 决定谁能晋级下一轮 他们是丁澈和克希尼亚 两位要进入的是驾驶赛 不知道两位对中国的24节气 有多少了解 所以接下来两位要轮番地 说出你所知道的24节气 每次说一个 哪一位说不出来 就意味着另外一位获得胜利 按照两个人的出场顺序 和选手号码 由丁澈首先开始 五秒之内答不上来 视为挑战失败 准备好了吗两位 三 二 一 开始 丁澈 七名 好 克希尼亚 参加热火 立春 大汗 立秋 八树 小树 冬阵 金泽 夏至 春分 时间到 很抱歉 丁车 没有能够完成挑战 所以很遗憾地宣布 丁车将无缘接下来的比赛 也祝贺 克谢尼亚进入我们的十强名单 祝贺你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环节的 十位选手的名单 他们是 陈汉昭 李兴盛 沙可什 甜甜 米拉 葛天问 莫丽莎 洪佳颖 马洛 以及克谢尼亚 祝贺十位选手 祝贺你们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环节 第三环节 我的汉字故事 选手将依次进行九十秒演讲 评委根据选手表现进行打分 各州总成绩最高者将成为州冠军 并晋级第十三届汉宇桥世界中学生 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 首先有请来自印度尼西亚赛区的陈汉昭 请开始你的演讲 我和汉字的故事很多 而五字最难忘 八岁那年 在汉语五项全能比赛中 只要听写这项全队 我就是五项全能冠军 最后一个字 五 主持人 话音一落 我边拿起笔一挥而就 眼看胜利在望 我的心情已经快要提舞蹈起来了 不对 不是这么写的 台下有人大声嚷嚷 这时只见评委在白板上端正地写了一个五字 然后微笑告诉大家 中国书体主要有五种 这是凯书 大家一看就能认识 刚才汉昭不小心连笔 看似行书有点奔放啊 所以大家误以为错了 初学者应该把汉字端端正正地放在填字阁里哦 听到这里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评委接着鼓励我说 汉字不仅结构美 意韵更丰厚 你看 舞下面是个喘字 它有不顺的意思 跨过去就能舞出奇迹 一个小小的舞 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方块字 这瓷石般的向心力一直在 向阳而生 逆风 起舞 首先谢谢汉昭 通过你的这个舞 我们感受到了你的这种非常大能量的这种活力 以及你对中国文化 中国汉字的热爱 我知道因为你这次参赛呢 你的学校是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 让同学们回家上网课 为了保证你参赛的这个网速 所以我就想知道 如果你有机会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说点什么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除了老师和同学我也要感谢我的妈妈 妈妈是我最大的支持者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也都是因为有妈妈 一个好老师一个好妈妈 谢谢汉昭 所以汉语桥他不仅是一个交流的桥梁 语言的桥梁 他更是情感的桥梁 爱的桥梁 爱的桥梁 不仅联系我们彼此 更让你在参与比赛的过程当中 和家人跟朋友 跟同学老师之间建立更加深厚的感情 谢谢你的表现 下面要上场的这位选手是来自克罗地亚赛区的马洛 请开始你的演讲 汉字作为中国话的精髓 是非常有内涵 充满故事并且有趣的一种文字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 我被踏街上的一个用红色明红灯拼出来的图案吸引住了 你应记得当时只是路过了一下 没有停下来一探究竟 巧的是没走几步 我又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 图案周围围了很多人 但挡不住散发出来的阵阵香气 还冒着烟 我出于好奇挤了过去 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老烧的发红的炭上扇风 另一只手拿着很多签子 每个签子上都有一排肉 大家应该猜到我说的是什么了吧 对 就是烧烤摊 旁边挂着的图案就是一个大大的串字 我为什么管它叫图案而非字呢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挂着的串字时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个汉字 直到有一次我问老板 那个图案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他告诉我是串字 我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我喜欢称这个串字为图案 而非汉字的原因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图案对我的含义就是这儿 有好吃的 这就是我和汉字的一个小故事 听完你的演讲 居然感觉肚子有点饿了 说明你很用心地在中国生活 善于观察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演讲的是 来自泰国赛区的李兴胜 主持人你好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来自泰国的李兴胜 2018年6月 我的家乡美赛 13名野猪子球队队员被捆生动 我有幸作为支援者 参与了这次希望渺茫的营救 这次救援有一万多人参与 来自26个国家的100动力营救专家 一时17天的营救 最终换来了13个人的平安付出 很多人不禁会问 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 到底为了什么 答案就是人 我的汉字故事就是人的故事 我的老师曾对我说 学汉字要从书写人开始 一撇一难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 这次救援让我明白 就像汉字一样 人也是相互扶持的 以人为本 不抛弃不放弃 今年的新冠疫情 所有人一起合作抗议 为的也是一个人字 人既是刚强的 也是脆弱的 需要世界各国一起来守护 因为我们所有人 同处一个世界 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大家 我觉得新生讲的是真不错 最后上升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文章的构架 还有你的现场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人字 是汉字当中结构最简单 笔画最简单的字之一 但同时我认为人字 也是所有的汉字当中最有力量 也有最有爆发力 和最有希望的一个字 人字组合成重字 只要大家万众一心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希望我们不论是哪个国家角落里的朋友 我们彼此信手相连 组成一个重字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这一位 来自澳大利亚坎培拉赛区的沙可石 各位老师你好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都知道我是来自阳光澳洲的沙可石 今天我想谈谈我和汉字的缘分 乐是一个多音字 也读作乐 可能正因如此 我和音乐有不解之缘 去年我有机会 在人间天堂杭州 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 印象杭州 这场西湖上震撼的演出 又顺利的灯光 优雅的舞蹈 和神秘的中国传统乐器演奏 但真正迷入我的 是演出中的一首歌曲 西湖宇 音乐响起 我激动地跟着唱了起来 还忍不住回过头 用中文和其他观众交流 我们对音乐的喜爱 同一个字 不同发音 不同的意思 这就是汉字奇特之处 我常常回忆起那个美好的时刻 汉语和音乐带给我的快乐 无情无尽 在未来 我还要继续创造更多 汉语学习的快乐 谢谢大家 在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你除了学中文和音乐 其他还有什么爱好和乐趣吗 你看在我的生活中 音乐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除了学习汉语 熟学还有我其他的课程 我最最最喜欢学习打鼓 自从上高中的开始 我一天到晚在我的房子里打鼓 因为我觉得 音乐不但能让我坚持我的学习 和生活压力 而且可以把我的生活 跟世界连接起来 谢谢沙可时 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 加拿大多伦多赛区的田田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田田 说起我的名字 那可是大有来头 据说 打从知道我的存在 妈妈就整天说 我是个可爱的小糖果 于是我出生时 赐给我这个迷人的中文名 田田就是我被爱的证据 我喜欢我的名字 说文解字解释到 田梅也舌之甘蔗 田是糖的味道 是美好的感觉 田田这两个字 就是幸福的符号 我敢打赌 你一定会面带微笑 才能发出这两个字的读音 不信你试试 田田虽然是我的名字 但只要你念出来 你瞬间就能感受到愉悦 而我的幸福 就是每一次听见这两个字 是见面时的那句 田田你好 是分别时的 田田再见 是在见不到对方时 你手机屏幕上 田田那两个汉字 我的中文名字 拥有传递幸福的魔力 中文就是这么神奇美妙 这正是我深爱中文 和中国文化的原因 谢谢大家 有请下一位 欢迎来自马达加斯加赛区的米拉 请开始你的演讲 各位朋友们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我和汉字牛的故事 牛子的笔画很简单 撇 横 横 横 树 后来有一天 我学到了明农之首诗 把厨和热当舞 读成了厨和热当牛 当时我的老师都吓坏了 他说 米拉 你再看看 这是中午的舞 不出头的 老师让我写个牛字在旁边 仔细看看他和我有什么不同 我左看看右看看 终于发现 他们头顶上那点小不同 我这下才知道 原来在汉字里 那么一点小区别 就会变成不一样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米拉 明年是中国传统的牛年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今年是15年 明年是牛年 点赞 为你点赞 祝你新的一年 牛气冲天 接下来是葛天问 请开始你的演讲 初学中文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否定得这个词 不能说不得 而是需要说不用 一天我刚一个 坐在马路牙子上的 土著北京玩聊天 他说了一个词 我没听懂 这个词就是甭 他在手机上 给我写了一下 然后一看这个字 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 而且觉得这种字 太有趣 上面一个步子 下面一个用字 意思也就是不用 如果把不用说得很快 翻也很像 这种字叫合音字 从此以后 我感觉自己听 甭这个词的频率 越来越高 就比如说 甭谢甭客气 一听就知道 说话人是北方人 所以取回了甭这个词以后 我就能多听懂 懂一些比较地道的北京话 多能跟土著北京人聊天 这就提高了我中文水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费的经验 谢谢大家 葛提问你知道吗 其实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字 对 比如上面一个不 下面一个正 不正念什么 念歪 好 上面一个不 下面一个好 念什么 不好 差不多 差不多 什么 接下来要和大家见面的是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赛区的 莫丽莎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好 我叫莫丽莎 有一个韩子 只有短短的译痕 是中文里最简单的韩字 它象征着胎蛇 在澳大利亚 一个偏远小村中 有一个小女孩 开始了她的中文启蒙 她第一次用毛笔写下中文名字 第一次过年的时候包饺子 第一次去中国 看到了美股双手的风景 她对中国意见真情 立志要努力学习中文 以后在中国工作和生活 小女孩长大了 但是她没有忘记初心 因为这个汉字教会了她一心一意 从小学到中学 日复一日 念福一年 她一直没有放弃中文学习 她一步一步 慢慢地实现着她的梦想 这就是我和她的一个故事 一生一世 谢谢大家 我知道你来中国来过四次 然后对中国有各方面的接触 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吃的中国食品是什么吗 我最喜欢的中国食品是苏州的松鼠鲑鱼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去中国 我第一次听到松鼠鲑鱼 我吓了一条 我献上松鼠和鲑鱼 怎么可以吃松鼠和鲑鱼 我的中国家庭吓了 他们说这不是松鼠和鲑鱼 而是一种酸酸甜甜的鱼 松鼠鲑鱼的 闷闷的鱼肉 酸脆的鱼皮 不受了口水流地了 对 夫妻废片里是没有夫妻的 老婆饼也是没有老婆的 谢谢莫莉莎 接下来是来自南非赛区的佟佳莹 请开始你的演讲 我爱我家 天下一家 家这个字对我来说 既陌生又熟悉 还记得刚学这个字的时候 我怎么也写不好 即使练了三百遍 可还是老样子 不是胖了就是瘦了 不是长了就是短了 这时老师的一句话减醒了我 学习汉字不仅要了解 他们存在的历史和文化 更要从自己的生活中 赋予他们鲜活的意义 听了老师的话 我不禁迁入了沉思 对呀 家这个字对我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慢慢的我有了答案 家是至亲骨肉 平在一个屋檐下的 香如鱼墨 家是一个民族奔向 反荣富强的拼搏进去 家更是各国人民 向着共同命运的 众志成城 至此我找到了家的含义 从此我底下的家 变端正平和 好的谢谢童嘉颖 童嘉颖我很好奇 你的中文名字 里边那个童 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的名字是我半年级 汉语的汉语老师给我提的 他说这个名字童嘉颖 听起来很优雅 很好听 家颖家人人私 聪明过人 第一次是漂亮和聪明 那你知道中国姓童的 有谁吗 我知道 你知道童丽雅吗 童丽雅是谁 是小尼哥哥的老乡是吗 是我的老乡 希望有机会来中国 我让你认识他 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 十组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位 来自俄罗斯莫斯科赛区的 克谢尼雅 请开始你的演讲 大家好 我叫克谢尼雅 来自俄罗斯 我了解汉语是从我字开始的 五年级的时候 当汉语老师将俄罗斯三个大字 写在黑板上时 我惊喜地发现 鹅字是当人旁和一个我 我陷入了全思 难道是因为中俄两国是友好邻国 中国人觉得俄罗斯人是我的人 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师 老师笑着说道 我作为字符石是高大的意思 所以鹅的意思是长得高的人 我恍然道悟原来小小的我嘴里 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底蕴 与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精彩演讲 克谢尼雅通过你刚刚的这个讲述 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这个底蕴和能量 你今天是专门穿了一身 很带有这个俄罗斯特色的衣服 而且是金色的 你穿这一身是为什么 能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你们看我头上是一种克克史尼克 这里是俄罗斯的传统服装 我觉得汉语小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 在汉语小的舞台上 我很想更好地展现自己 更好地代表自己的组 请各位评委为选手打分 我们一起来看十位选手的成绩单 让我们一起恭喜美洲的甜甜 亚洲的陈汉昭 大洋洲的沙可石 非洲的佟佳颖 欧洲的马洛 恭喜五位成功晋级 汉语桥的全球总决赛 祝费你们 同时也有点遗憾 我们的李星胜 莫莉莎 米拉 葛天文和克谢尼亚 要跟我们说再见了 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都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汉语桥的比赛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给你们一点时间 说一说此刻最想说的心里话 参加这次比赛呢 特别感谢我的学校的 小董 各位老师 因为都是他们一直在 和我后面支持我 帮助我 还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给了我心里上的最大的支持 虽然还能走到最后 但是我会敬礼 我会继续加油下去 谢谢 我很开心 我很快乐 我能参加汉语桥比赛 我会努力学习汉语 我希望等一天我能去中国 加油你们 非常感谢所有汉语桥工作人员 以及我的老师 就是不断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想要这个汉语桥比赛 会这么精彩 跟你们一起比赛 确实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 祝你们剩下的选手 不妨忌努力 是个更好成绩 那其他的老师们 听伟们和工学们 谢谢你们 对我的帮助 非常多 加油 谢谢你们 说实话 我现在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有机会参加喊笑 我提高了我的口语水平 我很想感谢汉语桥的主持人 和汉语桥的所有的选手 我还很想感谢马若 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一名外国人会说中文 说得那么好 那么顺利 那么劉烈 和中国人差不多一样 我希望如果我继续努力 我的汉语水平将来会和马若卡的汉语水平一样高 谢谢你 就像你们说的 你们很棒 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光芒 你们的风采 正是有了你们 这里才如此的意义生辉 我们也相信在今后学习的道路上 你们会更加的努力 能够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能够越走越精彩 谢谢五位 到这里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半决赛就全部结束了 预祝五位在接下来的比赛进程当中继续 好好努力 取得好成绩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央视频和汉语桥俱乐部的APP上 关注比赛的内容 还是那句话 追梦中文不负韶华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全球总决赛 再见 谢谢 世界的汉语桥修 让全世界一起加油 持手微笑 全世界的汉语桥修 给赛进程中文不负韧 全世界的汉语桥修